周末喜洋洋,我是吴志洋 每周六下午四点与您在空中相会 和您分享各种新鲜事 让您周末下午不会再来洋洋咯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 待会大家要吃晚饭 你一定想,如果可以人家做好好给我吃 那有多幸福呢 这种时代可能很快就来临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的机器人 不再是只能做单纯的劳力了 他们越来越聪明 所以搞不好以后把各种几千道菜的食谱 输到他们的电脑里面 他真的就做出好吃的菜给你吃了 当这些机器人越来越能做各种人类 原来在做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有点紧张呢 那我们会不会 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被机器人控制呢 还有那我们工作到哪里 他什么都会做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还有那我们他都比我们聪明 我们还要学什么吗 这个都是我们AI来临的时代大灾问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请到在汉世科技的孙一鸣总经理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人工智慧来临的时候 改变了人类的哪些游戏规则呢 那未来的就业市场和我们的学习方式又会产生哪些改变呢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孙一鸣总经理 一鸣跟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吧 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这个声音大家应该很熟悉 由他上次参加我们这个建宗30周年的那一集 他也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 那他现在从事的是跟人工智慧相当有关系的 算是e-learning的一个相关的科技 是的 教育科技 那好 那我们现在看过很多的科技片 很多这个机器人好像不再是机器的样子 他已经变成有点人的样子 而且好像本来人家说他们不会有情绪的 好像最后会改变 那甚至像那个大家看到那个terminator 这个终结者很恐怖 他还会倒过来毁灭人类 我们被这种节目吓到很厉害 当然也有人跟机器人产生感情的 变成这个有恋爱的这个状况 到底这个人工智慧时代 这个技术的突破会影响人类哪些方面的生活 比如说像大数据分析 语音辨识等等的 这个运用越来越方便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生活哪些层面呢 好的 这个我想先从比较这个概要的方面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在讲的人工智慧其实是第三代 第三代的人工智慧 前两代其实很多专家都信誓旦旦也说是要改变人类 结果都失败 但这一次感觉起来是真的了 因为它已经开始渗透到所有的生活 您刚刚讲的生活产业 还有各种各方面的应用 所以我们看这一代的人工智慧发展 包括机器人包括是软体 现在这一次很有名的像前一阵子的阿发购 阿发购其实它就是一个结合 我们叫做结合三个很大领域的技术的突破 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叫做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 您大概听过叫deep learning 这种叫做演算法的这种突破 它可以做很多层次的 甚至几百层的这种学习 您刚刚讲说所有的食谱 所有的医疗记录 所有的这个法律咨询的什么资料库 全部进去 然后他去学习 把他的逻辑 把他的这个整个因果关系都弄得很清楚了 那就比专家还厉害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有大数据的收集 您知道这几年 你不管是手机上网络上 你做任何的事情 还有全世界收集到的资料 大数据的分析 也是促进人工智慧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突破 那第三个大概就是一些硬体技术的突破 所以这个综合起来 在我们发现 现在电脑越来越会真的像人了 事实上他在辨识影片 比如说现在有刷脸 这个在五年前还很困难的 现在辨识图片 辨识影片 辨识声音跟你做互动 还有这个感知技术的进步 所以就像您讲的 综合起来 无人车也好 机器人也好 无人机也好 无人商店也好 现在接下来会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得到 所以现在以后的AI啊 他你一过来 他就知道你是孙艺民了 当然 看你那个长相就知道 是 而且搞不好看你那个笑 他就根据过去的分析 你这个是傻笑 皮笑肉不笑 还是笑得很开心 还是其实你心里现在已经很生气了 是 他也可能辨识的出来 只要资料够多 他都可以学习 这个东西就是 而且还跟你互动 所以sensing就是说感知技术 刚刚讲的从视觉从语音从这个图像开始 然后再来做是分析 那跟你做互动 我想这个技术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快 换句话说 以前这个机器人只是机器人 机器的层面多 现在机器人人面好像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 除了刚刚讲的一些演算以外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车子的话 比如说讲这无人车 像这些东西都是很前瞻的这种科技 因为之前我们在立法院在讲说 轨道建设花这么多钱 会不会你盖好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再用轨道了呢 已经是用一种其他的AI去取代了 那你花那么多钱进去 还不如拿来去好好的研发 我们一些AI的一些应用 你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无人车 这些特殊的机器人 这个发展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比如说无人车的话 我们计程车司机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很聪明的机器人 以后那我们大概做秘书 大概不必了 是 我就讲说帮我订什么飞机 帮我订什么车位 那早就帮你弄好好的 没有错 而且他都接到电脑不会错误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工作都被取代掉 怎么办 其实这也是这个产业界 还有我们社会这个专家都在研讨的 您讲的没有错 其实技术当然不是一触可及 不是现在就已经成熟了 但是我们看到通常有三个层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层次就是您讲的 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 然后如果这个而且劳力密集 那现在早就被很多机器取代了 像工厂里面的这个员工 或者是仓储里面的人工 或者是您说的司机 不只是计程车 其实美国像美国卡车司机 有上百万人 其实现在都面临了 可能未来有无人车被取代 所以这一个劳力密集 或是重复性工作高的 肯定是会被先取代 不只是有人工智慧 就是机器加上人工智慧就更厉害了 现在开始看到第二种 有一点知识含量 你需要有一些训练的 比如说您刚刚讲秘书 或记者 或者是一些翻译官 翻译员 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话的客服 那这些因为互动还算简单 所以人工智慧已经发展成 他已经可以做到比他们都好 像客服他可以把所有的Q&A 没有错 现在已经有了 现在智慧客服已经很多的金融业 电信业还有电子商务 已经开始在用了 所以您如果这个 比如说你在FB上面 跟那个粉丝团在互动 他可能对方不是人 他已经是机器人 就是一个软体 电话打电话去 他可能如果语音做的好一点 他也可能像不是真人 他已经是个机器人 这个技术在这两年 也是快速的发展 哇好可怕 所以这是第二种 您觉得好像有一点互动 需要一点技能 可是其实人工智慧已经可以做了 那更可怕的是第三种 就是专家 就是你长期训练的 像什么医生啊 什么财务分析师啊 甚至会计师 甚至老师等等 这种专家都可能被于 刚刚讲的这种复杂的人工智慧 取代一部分或是大部分 比如说现在医生要诊断 你看病例 整工智慧的这个华生 比如说IBM的华生 他看过几百万个病例 他诊断出来的建议 可能比绝大部分的医生都强 对 一个法律咨询的一个机器人 他可能看过的法条 这个字样应该是吧 所有的判例 他马上就可以找 就是很多的模型都出来了 他出来的法律建议 可能也是比大部分的律师可能都强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在快速的发生 好可怕 你刚才想到这种事情 我就想到说 我们看很多那个科幻电影 在那个很多人只要对着一个 一个大型的主机 去刨出任何问题 他都会回答你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 不过也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不是说取代掉的问题 你刚刚讲的像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晚上帮你煮饭 帮你拖地 甚至帮你小孩换尿布 如果这么好的机器人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甚至说 你看我们看过一个电影 罗宾威廉斯演的 他本来是一个机器人 是要来服侍 这个他们一个家庭 可是这家庭的成员 一代一代老去 那小孩子平常玩的 变成一个成人的时候 他突然跟这个原来的孩子 产生了一种恋爱 是 变成说他人跟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人的价值的问题 好像也会有点改变 对不对 这个可能就比较深入了 那我想 伦理的问题 是是目前来讲 我们叫意识跟智能 还是有点差异的 就智能就是一些技术能力 那机器可以越来越好 但是意识或是感情 甚至一些想象力 恐怕目前啦 专家也是在预测说 这个短期 可能机器还不容易 就越过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您刚刚讲说 机器跟人产生感情 或是一种bunding 连结好像还短期还比较对 还比较不会发生 有可能是人单方面的自己的想象 但是您刚刚讲的 他可以判断的 比如说你如果把刚刚讲的 你的表情情绪什么 都已经输到电脑里面 他找到一些逻辑 他就可以跟你互动 感觉好像他理解你 可是他其实真的不是喜欢你 或是爱你 可是他理解你的语调 你的情绪 可以相应的给你一些对应 像现在的聊天机器人 在大陆有个叫小兵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在美国就是Siri这种 或者是亚马逊的一些聊天机器人 其实都已经非常厉害 专门陪人家聊聊天 可以聊个一个整个晚上 都可以跟你一直聊 真的 这个已经是发生了 所以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有感情 有时候就很难界定 我们也许感觉上他有感情 事实上他只是一大堆的演算法 演算出来 他要这样做回应 是的 听众朋友 这真的非常有趣 我们这个AI的这个部分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然后也会影响到工作的形态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一鸣 我们如果这些大部分工作 都给机器人取代的时候 我们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人类可以做什么事情 玩机器人 这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事实上好的方面的话 机器人或人工智慧 可以释放很多的工作 让人不用去做 就是说大部分人可以不做工作 只要政府有人养 他也不会饿死 反而他可以去从事很多的 比如说自己想做的事 旅游啊 创作啊 他的休闲时间就多了 对 休闲时间 社会福利 或者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有人预测说 很多人都会一天花 一半以上时间在打游戏 玩游戏 所以这个游戏啊 这个VR啊 这个或者是未来这种休闲的产业 其实相当不错 那刚好我们立法院 最近在又在吵这个 没有没有 又在吵一定休的修法 恐怕以后不必周 不用了 不只周休二日啊 周休五日 周休五日都有可能 是的 是的 可能30年以内会发生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的工作被取代的时候 我们其实 另外一个幸福是说 我们原来想做的时候 事情不会被我们因为 要填饱肚子 要做的事情的时间给绑住了 这是好的方面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散发我们的创造力 是的 对不对 好 真的非常有趣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节目特别来宾是 这个AI的专家 孙毅明博士 他是汉式科技的总经理 那他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AI 已经进程到第三阶段了 对不对 现在第三阶段 第三代突飞猛进 因为加上很多硬体的改变 还有大数据的技术等等 换句话说 AI这次真的会进入到 我们所有的生活层面 包括我们的工作 包括我们食衣住行娱乐 都有可能 刚刚一鸣也讲到说 虽然我们很多原来 纯粹人工的 机械化的动作的一些工作 可能真的会被取代 以外呢 其实对人类来讲 也有个好处 就是说 可以释放出更多 我们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们可以 从事更多 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更多的创作 创作这一部分 有可能就是人类还能存在的 那么一点点意义 我想问一下 一鸣 现在讲到这个叫做什么 工业4.0 我们台湾在这方面 我们过去一直在制造很强 然后资讯工业也算不错 我们这次现在这个AI 或者是人家讲的这个工业的 第四次革命 我们在这一方面 您也在国外留学过 你觉得台湾在这一方面 有什么强项或弱点 好的 这个AI的发展 当然刚刚提到各行各业了 那我们台湾的产业界 或是教育界也在思考 这个到底未来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竞争能力 一般来讲 如果你要做AI的演算法 或是大数据 那这种可能美国 中国这种大型的市场 或是巨头 如果您有听过 这种美国的Google Apple Amazon 大陆的百度 阿里 腾讯等等 这些人在AI的演算法 平台服务上面 大概已经是 占有主导的地位 所以台湾如果要发展的话 通常我们会认为 跟台湾的优势要结合 其中可能有两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 要软硬整合 比如说做物联网 大家都知道 物联网就是有东西在 万物都在联网上面 但是联网以后 它还是要做一些 AI的一些应用的运算 比如说你的智慧电表 智慧电灯 智慧手环等等 那这些硬体跟软体合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智能的功能的话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 应用面 而且是物联网 它要跟一个硬体做一点结合 这个就是台湾原来 台湾的强项 没有错 它不是电脑本身 但是它可能在任何的地方 就刚刚讲的智慧家电 智慧电炮等等 没有错 smart device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硬体本身 而是一定要有软体的智慧 那它这个可以去做一些发展 另外像台湾的半导体或是IC 就是说也是强项 所以很多人会把 我们叫云端的人工智慧 跟中端的人工智慧 这就比较学术性 就是它会把有不同的发展 就是说你以后没有联网 你还是可以在你的手机 或是你的智能装置上面 会产生一些人工智能的功能 那这也是一个软硬整合的例子 那这是从产业界来发展 说这两个方向蛮多的资源正在投入 所以这个台湾千万不能在 第四波的这个国业革命落后了 本来在前面的 一稍不注意 又落后的话就 那我们就只能就变成落后国家了 好那当然我们大家关心 你现在也在从事所谓的教学 当然是跟科技有关了 那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 我们台湾人才培育有哪一些问题 那当然学子还有家长啊 都会关心 哎呀 那我怕 我怕要买什么才可以呢 以后都机器人呢 没错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样的科目或领域 未来比较不容易被机器人所取代 是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台湾教育改革很好的契机 其实全世界都在看 我们全世界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属于工业时代 我们叫做工业时代标准化的教育 尤其是亚洲 您知道亚洲就是以考试背诵 填压式的教育 所以教出来的这个创造力都比较差一点 思考能力比较差 我想借由这一次的改革 不只是人工智慧 就是整个这种数位时代的改革 我会建议从三个方面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 第一个这种跨领域的学习越来越重要 您刚刚讲学什么科目 其实我认为学什么科目 看你自己的热情跟兴趣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跨领域整合 跨领域学习 我举个例 这个美国现在在推一个叫Steam教育 您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S-T-E-A-M 或是S-T-E-M 它就是把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跟这个Math 数学那个蒸汽的 对对 全部合在一起来教 它就表示一个领域教 它其实是没有用的 它要跨领域来学 然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然后以专案性质为导向 然后来学习 这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可以做 那这种跨领域学习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它才可以 第一个它可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第二个它可以刺激你联想 创造创新的能力 这个能力我们相信是未来 不管在任何产业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创新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 对 所以跨领域学习其实会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大学以后 学了一个科目 学了一个科系 现在很多的这个双组修 对 或者是说你去修别的科系的课 我觉得会非常的普遍 普遍 也是非常的必要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觉得实作式的学习 越来越重要 您大概听过像什么Maker 或者是这个3D列印 就是Maker的应用 或者是未来的程式教育 写程式 那这些都不是传统的读书考试 你都是用实作的方式 甚至加上一些Design Thinking 现在有很多这种设计思考的 的一些一些理念跟课程 所以让学生在实作 不管是写程式 做一个这个机器人 什么什么艾克松 对 那你从这个实作的过程当中 去反复的实验测试 然后这个做出一些成品 那我觉得这样子会更 跟真实世界的问题 会就更紧密的传练 这个绝对跟传统式的学习 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艺名讲到两个重点 不管你学什么 大概不能只有单一的 一定要跨很多领域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学什么不重要 你还是要学到创造力 还有就是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你那边纯粹 学一个科目说 马上念到精通 恐怕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 说什么一定选什么系 就一定怎么样 比如说我还是认为 中文系还是很基础的 很重要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未来人文会越来越 人文 对对 你刚才讲的人文反而重要 比如说什么呢 音乐 是 艺术 是 这个美术 舞蹈 甚至任何这个 只要是娱乐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棒球 这些东西就是说 变成说这些变成是更专业了 休闲 刚才讲 可能周休五日 那五天都要去玩 玩需要很多人服务 各种服务业 就会出来了 就是这个形态也在转变中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 那我现在是不是大家都要跑去学资讯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资讯以外 那资讯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那个领域的转场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是对学生的一个中古 那对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学校 好像感觉上来不及的 已经在职场工作的人呢 如何要面对未来这个AI的这个世界呢 我们应该要充实哪些知识跟技能 才能维持我们不被这个时代淘汰的这种态势 是的 现在这种你学一招这样活二三十年的已经这个日子大概越来越少了 所以对于我们已经进入职场的 其实终身学习这个概念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终身学习包括你有没有这个心态跟这个能力 所以我会给职场的朋友大概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持续用开放的心态去去了解趋势 就是打开你 因为常常你会发现 对有些社群是属于比较专门 比如说community of practice 对不对 就是或是maker 对就是maker 这很多 那就很多新的知识 是是而且其实就是现在你未来的竞争对手或威胁 它来自哪里 其实你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fintech 如果你知道这个金融科技很多都不是金融业这个产生出来的创新 很多是科技业或其他业 所以你不管在哪个行业可能都要关注一下科技趋势的发展 科技趋势 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你要强迫自己可能常常要脱离你的舒适圈 我们讲过说你在一个工作岗位待了五年十年 其实事实上两三年可能你就开始舒适了 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去刚刚讲跨领域 你可能要争取一些外派 或是做一些新的专案 跟一些新的领域合作的这种机会 那我觉得这就强迫自己去学习 这是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外力 可能会让你觉得学习会更有机会 离开舒适圈以后就必须要再学新的东西 就是要从这个生涯里面不断的去 但是就是因为你实际去学 从做里面学 所以你才会有真实的经验 才能增强你的实力 所以这个是虽然蛮残酷的 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大公司里面也需要培养创新精神 所以他必须要鼓励创新 有时候你要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创业 或者是小公司 其实现在小公司我们台湾 全世界都在辅导这种新创事业 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现在人生因为越来越可以活得很久 你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生涯 不一定要在一个公司待个二三十年 其实现在平均待个五年还算是蛮正常 这个机会就会很多 你好像我有拜读你写一个文章 你说我们的儿子那一代 百岁人 可能应该都会因为医疗更好了 你看包括AI来把你诊断 你的健康问题跟治疗 所以以后的人要活百岁以上 好像不是困难的事 所以然后就是这个百岁 那你可以分很多阶段 就算以十五年 以二十年为单位的话 也有五个阶段 以十五年为单位也有六七个阶段 就是说你可以一直转换心境去做新的尝试 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然后就是失败就算了 换next stage 没有错 这个就是以前叫三段式人生 就是学习工作退休 现在你那个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六十年 可能啦 那六十年你可以做刚刚讲的 你中间可以切好几段 你要做社工要去撞游 要去做不同的事业 我想机会都很多 听你这样讲 我又觉得很担心了 我们立法院好不容易 在弄的年金改革 好像重新要为这些再重新再定义 肯定未来还要再改革 活得更久 可能工作要更久 那就是那个形式 而且一直会变换工作形态 这是以后会变成常态 所以这些东西要怎么应用呢 我们继续要有发挥我们的智慧 去解决这些问题 好我们休息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 是在人工智慧方面非常有研究 跟独到见解的孙一鸣 孙博士 他本身也开设了一个科技公司 专门从事数位学习 他刚刚特别讲到说 大家都害怕说 我们会被人工智慧取代 但是他应该认为说 短时间应该还不会 因为只要人类保有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还有就是越是机器充斥的时代 人们对有人味东西的渴望是越高的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人存在 还是有基本的一些人文的素养 这些东西呢还是不变的 大家其实比如说音乐美术 这些美好的事情 跟愉快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休闲活动 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被 完全被这个AI所取代的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想要就是说 我们在数位的时代 在这个AR的时代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 就是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学习 我们学习的方法 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太讲话 那现在要怎么学习呢 我想现在的科技特别是资讯科技 其实已经改变了教育跟学习的很多的风貌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从事了很多年 它特别有三个方面已经影响很大 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 第一个就是你学习的这个教材内容 形式已经非常的丰富 传统的就是书 一本书 对 那现在你可能有网络课程 你可能有APP 可能有这个游戏式学习 可能有这个 反正这个形式非常的丰富 电子书 那所以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要 他就可以有不同的来使用 而且效果跟这个动机 学习动机都可以提高 那第二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学习形式的多元化 刚刚提到的网络学习 就已经是跨越地域跟时间的限制 你可以自己学 你可以跟别人一起讨论 你可以自己今天看个一个小时米 两个小时米 然后明天再重复反复看 所以这样的形式 一对一多对多 然后实体的虚拟的互动的 这个形式非常的多元 这也是因为科技网络的发达 所以才有办法 那第三个就是非常 未来会非常个人化的学习 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有手机 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学习计划 学习目标 然后学习方式 那透过很多未来很多的数据 大数据的分析 老师教学生的时候可以更精准 那自己也可以学得更好 所以这个叫因材施教的理想 我们未来都可以做得到 是照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佩服 速度方式 你喜欢的教材 甚至有人帮你量身打造 有老师帮你做就远距 自己的辅导等等都非常的客制化 那未来真的每一个人学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目的是要学的有效 过去为什么没有这么有效 是因为一个老师教三十个四十个学生 你怎么知道他理解程度 你讲了这个到底有几个人懂了 几个人不懂 有人觉得太简单 有人觉得还没听懂 是的 有的人没有听懂不表示他笨 表示他只是在某种程度 可能理解上面可能比较慢 可是以前就这样扑扑扑就往下走了 所以其实未来一定要利用这样的科技工具 跟类似在我们叫做翻转教育的概念 把学生当做学习的中心 而不是以老师当做学习的中心 那我想这些理念跟这些科技的应用 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就是以学为中心 不是以教为中心 可以这样讲 那你们的这个公司有什么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学习平台 是的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担心 就是说科技不断进步 对这个弱势的朋友们 他就是这个数位的落差会越来越大 那要怎么样利用这个资讯科技 来解决这种数位落差 是 我个人坚信 这个数位科技其实是要缩短落差的 而不是扩大 绝对不是扩大 不管是网络科技 现在网络应该变成几乎是免费的 你说电脑或手机也几乎是一个普及的 资讯出手可得 是的 然后再来就是资源跟这个服务也应该要几乎是普及的 那当这些都普及了 我想你人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很难普及 就是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打造了一个平台 我们叫做线上即时辅导的一个平台 它是基于共享经济 大家知道共享经济的概念就是有很多的攻击者来自各方 然后很多的需求者 然后有一个平台去把它媒合 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千多个老师 我们募集了各种各样这种退休老师 流浪教师 补教界的辅导老师 大学的师资培育学生的学生 都是有受过训练的 那这些老师来自各地 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跟他的手机 然后我们每一盒有需要问题的学生 然后让他们在线上及时的做辅导 那这件事情我认为 我们认为就是补足了线上教育最后一块拼图 因为为什么 因为线上的网络课程过去都是录制型的 即使是像美国的可汉学院 台湾的军医教育平台已经相当棒了 已经有几十万人 说是几百万人在用了 可是它是录制型的 一个学生看了看影片 但是他当有问题的时候 没有办法互动 对还是找不到人问 那我们这个服务刚好就可以补足 那个个人化互动式的辅导式的这种服务 那我想这个未来就是一个学习的主要的方法 所以这些很多这个名师啦 我们叫良师 其实过去的名师是那种西班名师 然后他一个人可以对两百个人讲话 两个小时非常风趣 不会睡觉 这叫名师 或者是很会教你考试的 这个是台湾过去这种名师 教你考试技巧 讲话很风趣 看到答案就知道要选ABCD Exactly 为什么他有他的逻辑 你上来课你很会考试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学到 不一定 可能不懂 对对 那我们强调的是其实良师啦 良师就有点像mentor的概念 mentor英文就是良师益友 其实所有受过老师训练的人 都可以是一个良师 好那只是说他有没有办法这样一对一 或是近距离的来做辅导 过去只能实地上 一个补救教学就是老师对学生家教 就请到家里来 有空间的限制 对 有地点 有地点的限制 所以未来就是透过网路跟手机来打破这个限制 那我相信 尤其台湾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优质的教学资源 我们利用这个可以把它普及 那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弱势 如果是他如果今天是在偏乡 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公益组织跟我们的结合 把老师带到偏乡 OK 对 偏乡的学生当他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老师 那我们帮他做很多的管理 媒合分析等等的这个建议 他就可以等于是老师在他身边 那我认为这样子可以真正缩短 我们所谓的数位落差 是的 还有就是沉箱差距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子 不过你要找这些老师还是不太容易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事业 但是其实这个已经受到老师的肯定 而且对老师来讲 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这是老师的额外收入 我们不是免费 我们不是公益组织 我们是想建立一个合理的商业收费 这样老师在家里 退休老师他也可以创造第二春 对 尤其退休老师经验正好的时候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设计的他只要会用LINE就可以了 现在谁不会用LINE 所有的这个年纪大的也会用LINE 所以这样的形式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那每一个学生 而且这个收费很低廉 你用多少算多少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问题 找一个老师20分钟半个小时 可能只收费几十块一两百块 你平常比家教的费用可以少掉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形式过去做不到 是因为过去没有这种网络科技 没有行动 你讲到这个我倒想到 我好像有看过一个跟宗教有关系 其实像宗教也很进步 他就是每一种经 有一个宣传教义 高僧主讲 他也是用线上 就是说你可以跟那个师傅请教那个经的哪一个部分 他可以就这样回答 你不必到哪一个寺庙约好 其实我们这样的学习形式未来可以作为终身学习 就是任何的学习 咨询 辅导 问答 我们叫批改等等都可以做 就是说这个机制需要有一个平台去帮大家去营运 而不是一个比较松散的 如果今天是松散的 这个当然也有好处 但是如果是一个整体的营运的架构 就可以达到多营的局面 内容也会很丰富 还可以结合不同的内容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所有老师都挤在那里 其实我必须讲在大陆或是美国 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的成熟的 就是已经很进步了 因为他们地方大 网路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应 取代空间大也是劣势 因为他们有大的需求 所以他们投资在这上面 台湾音乐太方便了 你走到哪里都有补习班 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学习机构 所以反而数位稍微落后 但是我相信这音乐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个服务把它做好 那一年有讲到这个 在AI的时代要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你不是学了一招办事就想混个20年 可能随时都要补充知识 去上一些网路社群 任何可以增加你知识的方法 但是我们在想说 当我们已经有这些过去的一些习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引发我们 就做这个终身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你觉得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让我们觉得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爱上这个终身学习了 这个真的不容易 我们常常讲说台湾人这个走出学校就不想学习 这个过去 学校太苦了 对 就过去填鸭是教育的后果这样 所以我倒是建议我们从小就要培养终身学习的概念 那我们学习动机 您刚刚讲的很重要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至少我有看到几个方向可以努力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学习内容的形式越有趣化 有趣化 不管是成年人或是小孩子 所以像游戏式学习 比如说叶秉承老师的 最近在台湾的中小学是很红的 他就打怪过关 然后争取高分 其实过程你就是做了一堆练习 但是好像在玩电动玩具 学生都乐此不疲 那这个学生的学习动机就提高了 所以这种学习 让AR VR刚刚有提到 未来可能有这种 就是虚拟实境 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体验不同的形式 你用那个来做一个 做个手工具 或是做一些发明 那或者是做一些实验 那这些都是提高学习动机的一个方式 这是第一个 就是内容形式的会越来越有趣 那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同侪的压力 您刚刚提到 其实我觉得同侪跟社群 未来会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你是成人也好 小孩也好 你独自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孤单的 那未来透过网路 透过刚刚讲的及时的老师在旁边辅导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讨论区对读书会 我觉得这个是 是一个会提高你学习动机 这个有对 就像就像运动健身 是的 自己一个人去健身房 没有错 没几次就走了 是的 就可能要有呼朋引伴这样子 没有错 没有错 那同侪都可以透过网路 透过很多方式 互相提醒 对 有一些压力 那最后当然就是 你要不断的及时有一些反馈 我意思就是说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进步 然后设定目标 那我觉得成人也好 小孩也好 运用一些好的工具 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好 就是在AI时代 人工智慧的时代来 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 但是不要妄自菲薄 这些都是人工的 所以上面还是人 我们人还是要保佑 我们的学习 不断学习 还有就是要有创造力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要维持 我们人的基本的素养 如果你没有人的基本素养的话 你就是会被机器淘汰 因为你的其他的能力 其实不可能赢过机器的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 一鸣给我们带来的 非常好的一些建议 好 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就是一切健康平安 记得一定要永远的终身学习 好 我们节目就到此了 拜拜了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